各位外科同道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一起来学习的内容是 骨语关节的化膿性感染 我们说化膿性感染在人体非常多见 如果在体表可以表现为戒 可以表现为庸 如果在乳房可以表现为乳腺炎 在蓝尾蓝尾炎 胆囊胆囊炎 那么这些都相对来讲 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为什么说容易呢 第一可以使用抗生素 对不对 第二如果抗生素治疗无效 比如蓝尾可以选择切除 胆囊可以选择切除 如果是个胸 可以十字切开进行引流 那如果出现了急性化膿性骨髓炎呢 大家想想 出现了急性化膿性骨髓炎 骨髓腔内出现了感染 能不能结枝呢 我们还要保留它的功能 是不是治疗起来比较难 比较慢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急性血缘性骨髓炎 其实这一个章节 我们不会提到关节炎 只考核的有骨髓炎 那么骨髓炎包括急性 包括慢性 我们说急性千言不欲 都可以转成慢性 对不对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疾病的 两个阶段而已 那么今天我们讲了 其实只有一个病 那么就是化膿性骨髓炎 化膿性骨髓炎 考试有没有难点 没有难点 只有一部分重点内容 比如说急性血缘性骨髓炎 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检查 可以作为一个确诊的依据 考试会考到 如果说使用抗生素保守治疗无效 出现了MASA 我们应该合理使用 哪种抗生素 说如果做了单纯的切开引流 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我们应该再进一步选择 哪种治疗方式 所以说再减 诊 以及治 这三块 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那么在这两年考试当中 都有涉及到这个内容 无论是急性 无论是慢性 那么大概的考试分析 先说到这 我们来看第一个 急性血缘性骨髓炎 骨髓炎骨髓炎 是不是进入到骨髓腔呢 那么到底又从哪感染进去呢 说这个急性血缘性骨髓炎 大家看一下 从骨膜到骨膜下 可以最后累积到骨髓腔 那说这个进展的过程 有可能是闯伤以后引起 比如说外伤 一不小心摔倒了 细菌趁虚而入 足层由表浅进入到深层 这是一种情况 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呢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 有了一个结 有了一个雍 这个化浓性的金黄色 葡萄球菌入学以后 进入到骨髓腔内 引起了感染 有可能 还有可能是什么 外来性 所以说针对这个病 营养它的机制 这个作为一个了解 考试绝对是不做重点的 不做重点 那么现在用一个案例 来穿插在我们这个疾病 为大家讲述清楚 那么原来我收治了一个患儿 九岁啊 九岁的一个姑娘过来了 小腿啊 小腿疼痛 大概有了一周的时间 那么来到医院典型的 见到红肿热痛 之前有轻霉素过敏史 之前轻霉素过敏史 来到医院以后测了体温38度8 精神也是比较差 因为已经一周 对不对 发病已经一周 那么膝关节不能活动 有明显的压痛以及肿胀 压痛肿胀 足备动脉 波动是良好的 当时入院以后 积极的完善了相关检查 所以我们诊断的是 右侧的颈骨 急性 血缘性骨髓炎 那全身出现了寒颤高热 做了血培养也有问题 阳性 所以诊断的是浓毒血症 诊断浓毒血症 急性 血缘性 骨髓炎 急性 血缘性骨髓炎 作为它的概念 也是非常简单 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说 致病菌从外原性的 这个血缘性的 各种原因 最后侵入到我们的骨髓腔 引起的感染 那么最多件的 说它是一种化能性细菌 那么人体最多件的细菌 体表最多件的 就是金黄色 葡萄球菌 也就是说 金黄色葡萄球菌 这个化能性细菌 侵入到我们的骨髓腔 引起的感染 我们把它称之为 急性血缘性 骨髓炎 这个概念 这没有什么好多讲的 老师骨的组织结构 我之前在总论已经讲过 这外面是骨外膜 对不对 骨外膜下面是骨血管 再往里面走是骨皮质 再往里面走是骨髓 骨髓腔 骨髓腔 那么严重 累积到了骨髓腔内的感染 逐脊寝寝入 逐脊寝寝入 是它的特点 我们来看第二 第二个 其实这个病因 考试考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既然是体表最多件的化能菌 那么一定是金黄色 葡萄球菌多件 金脯菌 金脯菌 是人的体表最多件的化能性细菌 那么当然除此以外 还包括 我刚刚讲到 奈加安心灵金脯菌 MAS 还包括 乙型容血性练球菌 以及溜感失血杆菌 相对来讲较少见 所以这里面考试 希望大家能记住一个最多件的就可以了 金黄色 葡萄球菌 如果发生以后 有哪样点心灵状表现呢 那局部可以出现炎症反应 我们叫做局部表现 局部表现 局部表现为 红 肿 热 痛 等反应 这叫做局部的炎性反应 局部的炎性反应 那说 它容易发生的人群 哪类人群会出现呢 那就是特别逃的 对不对 毕竟有一个原因是外伤性的 那么儿童 比较逃气 比较逃气 爱运动 容易受到外伤 就是说发病最高的年龄 一定是 儿童 往往会有外伤的病史 往往会有外伤的病史 人体体表的金瀑菌 逆行 进入 人群 这是我们说局部的表现 这个局部表现出现在哪一块骨呢 出现在哪一块骨呢 就是在膝关节的上下 人体膝关节的上方式 是骨骨的下段 膝关节的下方式 这是颈骨平台 对不对 是颈骨的上段 所以非常简单 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膝盖的上和下 所以考试可能会考到到底是哪块骨 这是比较多件的 那么除此以外就是接着向上走 向上走到达呢 到达骨骨 再向上走到达 卡骨 到达卡骨 所以说由膝关节上下 由膝关节上下 最为多件 其次是骨骨和卡骨 局部的表现就是红肿热痛 那么既然说有局部的表现 一定会有全身的表现 那么全身的表现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这个9岁的孩子出现典型的浓毒血症 寒湛高热 有了明显的毒血症状 甚至比较危重的 可以影响到哪 影响到脑 因为任何疾病特别严重以后 会累积到脑 累积到脑 可能会出现烦躁不安 出现清血 还可以出现感染 中毒性 休克 所以这是全身症状 全身症状 这是我们说到它的表现 这个病毒自然转回 比如说我们积极合理 使用抗热素以后 那么逐渐的可能会出现缓解 体温的下降 炎症的控制 但也要小心了 但也要小心 它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 形成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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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言不遇 进入到慢性阶段 就是我们说到的 慢性血缘性骨髓炎 慢性血缘性骨髓炎 好 灵状表现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这么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是什么 老师 这已经出现了破坏 这已经出现了骨的破坏 出现了骨的破坏 那么从这个位置就可以表现为农业的外溢 农业的外溢 那做何检查 能够诊断 那要说做到检查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它既然是一个炎症反应 所以说做血肠规 可以见到白细胞系数的增高 可以见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的增高 这都是一般性的 一般性的 也非常简单 中性百分比增高 白细胞技术增高 以及我们讲的CRP C反应蛋白增高 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表现 那如果要想确诊呢 要想确诊 确诊是做血培养吗 确诊不是做血培养 血培养去血里面去查致病菌 去查致病菌 那什么时候去做血培养呢 也就是出现了典型的毒血症状时 才去做血培养 我们来看一下 血培养一定是细菌毒素入血以后 我去查做培养 做培养 什么时候来抽取这个血培养 其实在总论基础制 我们已经讲过 一定是在寒占高热时抽血培养 抽血培养 血培养做一个血氧菌的 再做一个艳氧菌的 就可以了 所以是寒占高热时 那寒占高热时 那这是不是诊断的金标准 不是 血昌菌不是 血培养不是 诊断的金标准 我直接找到它的原发造 直接找到原发造 那说直接转到原发造 怎么来做 这只能不能做穿刺 可以 农种穿刺做培养 没问题 但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不是直接穿刺到虎髓枪 抽出去农 做了培养就可以呢 应该是局部分层穿刺 为什么要分层穿刺 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穿刺抽到A区这个层次 A层次没有问题 继续穿刺到B层次 B层次没有问题 继续向身穿刺 抽到C层次 骨髓枪 有问题了 那么排除了A 排除了B 只有谁 只有C 如果我一步到位 直接穿到C 那有可能是 体表的接 体表的接 局部的皮下的软组织感染 你在穿刺过程中将细菌带入到骨髓枪 再抽出去 误以为是骨髓枪的感染 是不是错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分层穿刺 这才是考试的重点 考试的重点 急性血缘性骨髓炎 知道骨髓枪里面有了化能性感染 我们应该做的是局部分层穿刺 其实在医学当中跟这种类似的还是非常多 随便给予一个 我们说到的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癌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诊断性刮工 做诊断性刮工 是不是直接拿一个勺子到弓腔里面刮出来 一看是癌细胞有了就能诊断吗 当然也不是 做的是什么 做的是分段诊刮 而子宫 首先看一下 刮到A区没有问题 刮到B区没有问题 刮到C区有问题了 说明病灶在哪 在C区 这个跟这个理解是一样 跟这个理解上是一样 说到这是我们讲到骨科运动系统 说到的是化浓性的骨髓炎 那么影响到了骨髓质 影响到了骨皮质 那如何来看骨的异常呢 那要做X线检测 做X线检测 那么X线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两周以内无表现 X线两周无变化 两周无变化 那么两周内无变化 也就是X线我做了 花了钱 白花了 根本诊断不出来 所以有限考试就考到了 早期极性悬性骨髓炎到底做什么检查呢 早期到底做什么检查 大家想一想 是做核瓷 是做CT 还是做核素 古显像 早期可以选择核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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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周以内 不要选择X线 不要选择X线 苏老师到后期 我想看骨功能能不能选核瓷 就不要选核瓷了 如果考试说考功能 考功能 那么哪一个能反映功能呢 没功能了 就坏死 坏死 如何判断坏死 可以选择放射性核素 无限项 核素 前面讲解的章节当中 我已经提到了 核素就是看功能了 甲状线射点率 点131射点率 看功能 对不对 就是一个放射性核素渗图 看的是什么 渗功能 现在讲到的核素 骨显像 看的是骨功能 所以如果出现了功能障碍 功能异常 坏死 那么就应该做放射性核素检查 大家必须要概讨到这些的重点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检查的内容 好 下面如何诊断呢 诊断其实每次我都不想讲 任何一个疾病的诊断 都是三点 都是三点 第一 病史 对吗 有病史 有什么病史呢 有外伤的病史 有感染炎症的表现 好 第二 表现 病史表现 第三 辅助 检查 所以说 讲到诊断的内容 其实就对我们前面刚刚讲过的内容的一个回顾 那表现 表现 表现为什么 局部的临床表现红肿热痛 可以出现典型的全身症状 那说如果是局部的体征呢 这叫做症状 如果说体征可以出现骨的明显的压痛 扣肌痛等表现 检查 中性立细胞百分比增高 白细胞技术增高 我想确诊的经标准 做局部的分层穿刺 分层穿刺 两周阴内做不做X线 不做X线 就是这一块 我觉得没有什么多讲 没有什么多讲 那么下一个内容就是鉴别诊断 鉴别诊断的话 就是与前表的 比如来给大家画一下 这是我们说到的骨 这是我们说到的骨 好 这是皮肤 这是皮肤 那说这个部位出现了红肿热痛 我如何界定 它是浅部的 还是深部的 所以要与软组织发生的感染 比如我们讲到的这个农肿 软组织的农肿 以及纤维结底组织发生的分国之炎 要进行间谍 要进行间谍 那比如说 那个骨的压痛和扣肌痛 那一般是以脊性选性骨髓炎 比较多见 那主要看的是什么 主要看的是层次 主要看的是层次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风湿病 风湿的话 大家也应该比较熟悉 它是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引起的 舔过关节 咬住心脏 主要累积到大的关节 大的关节 还可以引起感染性心内膜炎 感染性心内膜炎 吴老师化膿性关节炎 其实化膿性关节炎 我必须要说一下 化膿性关节炎和化膿性骨髓炎 有些学员是分不清的 好来看一下 这是骨骨的下端 这是颈骨的上端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关节囊 中间有这有一个避音骨包扰 这形成了膝关节 如果说化膿性骨髓炎 那么一定是在膝关节的上方 或者是下方 膝关节上下 它在骨的干垢端 这是骨干 这是骨垢 一般在哪 在骨垢 为什么骨垢这特别容易发生感染呢 因为这边的血管成网 血流渐慢 细菌容易在这里面淤积繁殖 对吧 那在我们整个的医学领域当中 大家要非常清楚 细菌容易定质的位置 一定是比较一个宽敞的 血流丰富的 给它一个温床 给它一个温床 就是说在干垢端 在骨垢这个位置 特别容易发生急性悬性骨髓炎 这是我们说到的骨髓炎 在骨髓腔 那么说到关节炎 关节炎在哪 关节炎在关节腔 正好在膝关节的里面 如果是膝关节腔里面 进入了膿 就把它前方的这个冰骨飘起来 所以可以表现为浮冰实验阳性 浮冰实验阳性 所以位置一样吗 不一样 急性血缘性骨髓炎 是在关节的上方和下方 化膿性关节炎 正好在关节腔里面 这是位置的不同 那主要的致病菌是相同的 主要的致病菌 都是金黄色 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好下面来看一下治疗 说到治疗 必须接着说前面那个孩子 那前面那个孩子 一共做了几次手术呢 在飞鸽的手上 在飞鸽的手上 那个孩子做了几次手术 做了三次手术 做了三次手术 第一次做了一个单纯的 脓肿切开 然后做了一个脓肿切开 那么脓肿切开以后 发现没有解决问题 没有解决问题 没有解决问题 怎么办呢 继续 再做一次手术 进行开窗 好 切开皮肤皮下 找到病灶 这儿撬开 这叫什么 这叫做开窗 开窗放出什么 放出脓肿 放出脓肿 在骨科的话 大家要记住 我们还要保证这个脓 要吸出来 怎么吸呀 不能拿嘴去吸呀 怎么吸 我们用VSD 肤膜进行负压吸引 VSD 肤膜 整个肤膜 键上负压 让它往外抽 那这叫做VSD 这是我们骨科应用最多的 骨科应用最多的 又做了一次手术 又做了一次手术 好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这个 MASA 那加上吸引金服菌的感染 那么给予什么 给予万古霉素 那么他还是一个孩子 给予万古霉素 考虑到万古霉素 耳毒性 停用了万古霉素 选用了进口的利耐作案 这孩子增速了 增速了非常大的痛苦 好 又做了一次手术 又出现了这个 万古霉素的副作用 又停用了万古霉素 又采用了进口的利耐作案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进行什么 进行冲洗 向里面冲水 然后用VSC敷膜以后 把这个位置给它封闭住 把它封闭 然后上上一个负压 把浓向外进行抽吸 负压吸引 负压吸引 那逐渐情况改好以后 情况改好以后 这个 再还要使用什么呀 大家想想 又用了万古霉素 又用了利耐作案 那最后怕菌群失调 那么家用四连康 活菌 来调解它的菌群 调解它的菌群 那么在后来 大概又过了三到四周 又过了三到四周 那么再一次做手术 第三次来清创 清创 再进行缝壳 那为什么呀 肉牙组织已经足够新鲜了 又做了一次 清创的缝壳手术 所以说九岁的孩子 接受了几次 三次手术 三次手术 第一次 浓肿切开 第二次 开窗 引流 VSC 冲洗 不压吸引 那么肉牙组织 非常新鲜以后 最后做了一个清创 缝合数 三次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案例 那对我们实际的考试 是有帮助的 那你拿出任何一本辅导教材 它可能不会给你一个 完完整整的定例 让你顺着这个思路的轴线去学 而是告诉你一些点 也没有这么完善 也没有这么完善 所以说我们这个准主治医师的考试 大家非常清楚啊 绝对不是职业医师和助理医师的考试 它一定要南上一个层次 那层次就表现为 你对某病的临床诊疗思维的这种判断 它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做什么 所以这骨头 打眼啊 可以显得什么呀 钻孔引流 如果不充分的话 可以把它撬起来 进行开窗引流 开窗引流 大家可以看看 这边进行什么呀 冲 这边进行吸 冲洗 冲洗 实在效果不好 可以敷膜 敷膜 敷膜建立一个封闭的环境 冲水 再进行负压的引流 再进行负压的引流 到后来 到后来我们要清除什么 清除费用的骨组织 清除费用的骨组织 这是手术的图片 手术 好 那整个一个病啊 我们快速的说到这儿 下面来做一做题目 9岁的男孩受到外伤 还是一个孩子 有了外伤 腿部外伤 第二天出现了局部的肿 痛 不敢活动 以及高热 是不是炎症呢 一定是炎症 一定是炎症 最有意义的检查 是哪一项 所以你们要看到 最有意义的 测体温 排个C线 超声 局部检查 还是分层 穿刺 应该是送分题 应该是送分题 我们选择的应该是 局部分层 穿刺 这是最有意义的 能够确诊 直接抽到了什么 抽到了农 那做农培养 可以确定我们的诊断 做药敏感实验 可以指导我们临床用药 所以大家应该选择 五亿 分层 穿刺 下一题 急性旋性骨 虽然的耗发部位是 耗发部位 持骨绕骨 近骨 骨骨近端 近骨近端 骨骨远端 卡骨和脊柱 那么赵老师给大家说的很清楚 最多见的一定是膝关节的 上下 那么膝关节上下 好 这是膝盖 这是膝盖 上方是什么 上方是骨骨的下端 下方是近骨的上端 答案秒出哪一个 近骨的近端 骨骨的远端 正确答案应该是3C 对吧 3C 那说卡骨可不可以出现 可以出现 骨骨可不可以出现 可以出现 但多见吗 不多见 不多见 好 下一个题目 如果在急性骨髓炎的骨膜下抽出了农业最重要的治疗是 骨膜下有农业 骨膜下有农业 再来看一下 联合抗生素 中药 骨皮脂开装引流 石膏脱固定 降温 多次输血 那说有农 一般来讲考试考到什么波动感 有典型的农种 有典型的农业 那在临床我们一般选择的是什么 切开引流给出路 给农一个出路 对不对 对 那么正确答应应该已经了然 应该选择的是 C 骨皮脂开装引流 前面我有没有给大家展示一个图片 展示了 那我们最早做的是什么 农种切开引流 如果骨膜 骨膜身方 骨膜身方出现了激农 出现了激农 那这种情况下 要做骨皮脂的开装引流 答案3C 下面 急性血液性骨酸炎最常见的致病菌 这是一个典型的送分题 最多件的来自于体表的化浓性细菌 金黄色 葡萄秋菌 答案选择2B 10岁的男孩摔倒以后自觉身体不适 出现了发热 膝部有疼痛 轻霉素治疗无效来到医院就诊 骨骨下端肿胀 骨下端肿胀 局限性有压痛 关节腔内有积液 关节腔内有积液 是不是关节腔的问题了 好 再来看 有活动障碍 体温39度高热 明显的炎症 正常的话 白细胞基础是4到10 现在18 急性炎症 中性立细胞百分比一般在75%下 现在有90% 提示为急性炎症 血沉增快 诊断是 风湿性膝关节炎 风湿性膝关节炎 是不是好发于孩子这个人群 不是 它一般累积的是什么关节 是大关节没问题 但是是舔过关节 咬住心脏 是A族乙性溶血性链球菌 感染导致 抗排除 排除 化膿性膝关节炎 化膿性膝关节炎 只表现在哪个位置 关节腔 可以表现为伏冰实验阳性 那说这里面有可能符合的是 膝关节腔有积液 但是如何解释 骨骨下端的肿胀 和局限性的深压痛 能不能解释 不能解释 因为关节炎只在 关节腔里 会不会影响到骨组织 一般不会 排除 排除 好再来看 骨骨下端化膿性骨髓炎 闯伤性膝关节炎 闯伤性膝关节炎 如果是闯伤性关节炎 一般是什么 闯伤以后引起的 关节面的骨折 反复的慢性的损伤 引起了一个慢性的并发症 叫做闯伤性关节炎 但是关节内骨折 没有提到 这才几天的病程 这才几天的病程 几天 用抗生素三天 对不对 这是一个急性 而不是闯伤性关节炎 排除 那么答案纠结在 骨骨下端化膿性骨髓炎 以及骨骨下端骨肉瘤 骨骨下端骨肉瘤 骨肉瘤属于骨的高度 恶性肿肉 可以见到典型的骨膜反应 日光放射现象 以及抠的门三角 没有提示 排除 哪一个骨骨下的化膿性骨髓炎 正确答案应该是3C 下面一题 下面哪一项 不是急性血缘性骨髓炎的早期诊断 一句不是早期 不是早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起病期高热 这是典型的表现 炎症正确 疼痛 护疼 所以不敢活动肢体 正确 X线显示骨膜反应 两周以内有没有反应 没有 两周内无反应 那么错 就错在了C选项 答案就选它了 局部可以表现为炎症的压痛 以及身压痛 正确 白细胞基础增高 正确 错就错在了C 所以说早期不选择X线 应该选择的是和磁 对吧 和磁 好 再来做一道 共用提干的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出几分的题目 可以出四分的题目 七岁的男孩 鼓鼓 大腿下端 大腿下端 剧痛 伴有寒颤 高热 有炎症 远端 远端压痛 拥按膝关节 成半曲曲状 半曲曲状 护疼 不敢活动 对吧 最可能的诊断是 应该是一目了然 应该是一个 鼓鼓下端 化膿性 鼓虚颜 正确答案选C 这跟前面我们讲的是一样的 那最主要的看的是什么 看的位置 看的位置和表现 答案C 下面第二问 早期确诊的主要依据 一定要知道 确诊 确诊就要找到什么 找到病原体 你比如说你说这个人是小偷 你必须是什么 他在偷盗的时候 你抓住了 如果你没抓住 他只是犯罪嫌疑人 所以你要想确定他是小偷 抓贼 直接抓了个现行 正在偷呢 直接手铐上去了 这一定是局部分层穿刺 抽出农业 里面找到了治病菌 这是确诊的金标准 完全一 好 下一问 最常见的治病菌送分题 金黄色葡萄球菌2B选项 好 第四 最关键的治疗措施 最关键的治疗措施 在这儿必须给大家整理一下思路 整理一下思路 好 来看一下 他说 赵老师 如果是炎症的话 我应该寄予抗生素 对不对 没问题 那有农怎么办 多次抽农 多次抽农 最关键的应该是 多次抽农 诸如抗生素 有些学生选了这个 还是局部引流 再来 还是农业培养调整用药 防止病理性骨折 联合使用大剂量抗生素 选哪个 大家要记住 说急性学生性骨髓炎早期 就是最早发现的时候 最早发现的时候 必须是联合大剂量使用抗生素 使用抗生素 这是刚开始 最早必须给予的 那如果已经确诊 确实骨髓箱里有大量浓 我应用抗生素效果也不好 效果不佳 那这种情况 应该选择的是引流 对不对 应该是进行引流 应该是进行引流 所以如果效果不好呢 如果效果不好 进一步的 做开窗VSD 负压的吸引 负压的吸引 那如果转成慢性呢 那就是后面 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内容了 慢性选性骨髓炎的处理 所以必须形成一个 诊疗的思路图 诊疗的思路图 那就是我们现在 所讲述的这样 大家看一下 选项 选哪一个 比较合适 哪一个比较合适 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引流农业 给农业一个出路 多少时候选择多次抽农 大家说这个反复的抽农 你抽的是什么 反复的抽农 只能抽软组织和间隙的农业 所以不能选择 二B选项 另外一个注入抗生素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不建议局部注入抗生素呢 局部注入抗生素的话 容易导致耐药性的发生 那要有什么发生 所以我们说如果使用抗生素 应该是全身大剂量的静脉给予抗生素 静脉给予抗生素 那当然这个一般使用是什么 一般使用是有一个时间段 静脉给予抗生素 一般是五天以内 如果超过五天形成了典型的明显的化农性改变 那是抗生素所不能干预 不能控制的 应该给予的是 引流农业减少毒血症状 防止变成慢性 正确的应该选A 应该选A 大家千万不要去问 飞哥我就不知道 你不知道 来看一下 五天以内联合使用大剂量抗生素 如果超过了五天 症状比较典型 应该选择引流 应该选择引流 一般当然选择引流的时候 会给我们一个前提条件 大概就是两到三天抗生素使用 无效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是单纯的穿刺抽脓 你往哪穿呀 你应该怎么办 应该是先钻孔 还记得我前面那个图片吗 在这个周围钻孔 钻孔进行引流 必要时还要进行 开窗减压 把它整个取掉 使这个农业能够充分的引流出来 那中央引流出来 好 极性悬型骨髓炎 如果没有及时的控制 就会千言不欲 转成慢性 那马上我们就来学习 慢性悬型骨髓炎 其实慢性的炎症 好多都是这样 比如说极性蓝尾炎 千言不欲 转成慢性蓝尾炎 极性胆囊炎 没有第一时间治好 千言不欲 转成慢性胆囊炎 极性肝炎 转变成慢性肝炎 所以说看这个病 一定都有一个发展 说是极和慢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任何在我们医学上 学到的慢 都是两大改变 都是两大改变 绝对跑不出去 那么第一个是结构改变 第二是功能改变 比如说极性肾余肾炎 转变成慢性肾余肾炎 出现了肾余肾展 结构的改变 对不对 可以出现肾功能的损害 对不对 是的 极性肝炎 转变成慢性肝炎 最后可以转变成肝硬化 结构发不发生改变 发生改变 硬化缩小 肝功能有没有减退 有减退 所以说在医学上 任何的慢性都是两方面 第一结构改变 第二功能改变 那说现在慢性 玄性股炎炎 是不是也是出现了这些改变呢 功能改变 怎么了 没有功能 没有功能了 股怎么了 股坏死 是不是出现了坏死呢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慢性 玄性股炎炎 非常简单 概念考试也不考 就是由急性 千言不欲 转变而来 形成了慢性 第二点 它有什么典型的表现 还是局部的 红肿热痛吗 这绝对不是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 没有了功能 出现了改变 所以看皮肤结构发生了改变 没有那么厚了 皮肤变薄 血功不好 颜色变暗 多处可以出现溃疡 扳痕 可以出现扳痕 可以形成什么呀 可以形成痘盗 长期的流浓 千言不欲 就会形成痘盗 这边皮肤有开口 这叫做痘盗 这叫痘盗 说老师 为什么不叫漏管 不能叫漏管 漏管的话 是两端开口 那我们痘盗的话 只有一端开口于皮肤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做病理性痘盗 长期千言不欲 向外排浓 所以说 在整个我们的学过程中 如果说千言不欲的痘盗 考试大概会考两种 那么第一种就是 慢性血缘性骨髓炎 第二就是结合性的痘盗 结合性的痘盗 也是千言不欲流浓 大家想想 如果说这个千言不欲 形成了斑痕 导致了轮缩 影响了关节的活动 对 那就叫做关节轮缩 关节轮缩 影不影响肢体的功能 影响功能 也符合我前面讲到的 一个慢性的改变 慢性的改变 那骨组织就逐渐会发生什么 发生坏死 发生坏死 这边就有坏死的骨组织 所以说再过一段时间 就从这个病理性的痘盗 向外开始排死骨 排死骨 那说这种慢性的炎症 反复刺激会不会发生 不好的情况呢 可能会发生癌变 癌症的发生一定是 就是反复的去刺激 出现了不典型增生 疫情增生 最后出现了什么 最后出现了癌症 那慢性的炎症 是现在被认为 癌症发生的一个 基本的原因 急性肝因 慢性肝炎 慢性肝炎 肝因化形成了肝癌 急性一线炎 转变成慢性一线炎 慢性一线炎 最后发生了什么 肝癌 所以说慢性的刺激 就容易发生癌症 然后就容易发生癌症 来看检查 如果要说到检查的话 那我们就是通过检查 去看它的功能 对不对 放射性检查 放射性检查 我们可以看到 出现了骨破坏 出现骨破坏 可以见到骨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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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想想 那么人体是有代偿的 你底下有坏死骨 就有新生骨的形成 这新生骨形成以后 就把骨膜掀起来 比如说这是我们说到的骨 骨有坏死就有新生骨 新生骨向外长 就把骨膜顶起来 那这形成了一个什么改变 这叫做三角形 您说这个三角形 是不是跟Code曼三角特别像 对 所以我们说它形似骨肿瘤 但它不是骨肉瘤 不是骨肉瘤 所以说可以表现为 三角形的这种形态的 有两个病 一个是骨肉瘤 一个是现在我们讲的 慢性血缘性不随眼 那如何鉴别呢 很简单 骨肉瘤是高度恶性肿瘤 高度恶性肿瘤 会出现剧烈疼痛 皮温的身高 静脉的怒张 而慢性血缘性骨髓炎 一定要有一个病史 是由急性血缘性骨髓炎 千言不遇而来 是不是就间别开了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说在骨头上 长出一个三角形的改变 就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骨肉瘤 错了 你的原始积累不够 限制你的想象 那么就会导致 你直接做题的错误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现在需要大家 做的是加法 来增宽你的思维 增宽你的思维 那么最终在考前的三周左右 我们再去做减法 去搞定一些难点 以及你曾经做错过的题目 就是现阶段的话 我们还需要多学一些内容 治疗 治疗的话 我们也非常清楚了 肯定是以什么 肯定是以手术为主 手术干嘛 去清理慢性导致的死骨 慢性导致死骨 所以主要的是什么 做的是清除死骨 消灭死腔 都跟死有关 两个词 消灭死骨 清除死腔 清除死腔 这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手术指征 考试有时候又考了 慢性骨虽咽急性发作时 有一年考试就考到 能不能做手术 不能做手术 急性炎症期 如果做手术 会导致炎症的扩散 所以说急性期 绝对不允许做手术 绝对不允许做手术 做手术的时候 我是大块死骨形成 是不是就做手术 错了 有死骨 还要有形成什么呀 形成死骨边上的一个 完整的包翘 如果包翘没有形成完整 它就容易导致什么呀 导致骨折 导致骨折 所以看 必须包翘形成的很完整 包翘形成的很完整 大家已经听过了 由叶老师给他讲的 浦外科的相关内容 还记得吗 急性一线炎 一夜外漏以后 但我们包裹会形成一个并发症 非常好 就叫做一线甲性囊肿 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 一线甲性囊肿 跟空肠做吻合 必须这个臂长得非常结实 它俩才能吻合在一起 对不对 对 所以说要囊臂 那个壳长得足够结实 那么现在我们讲到 慢性悬性骨髓炎 也提到这个包翘 要长得足够结实 然后才能做手术 所以说这两个点 大家就一起来记啊 一线甲性囊肿 壳长得比较结实以后 把空肠提上来 做囊肿空肠的 内吻合的引流手术 那现在我们讲到 如果慢性悬性骨髓炎 要做手术 那么清除死骨 一定要等这个包翘 长得非常完整 非常结实 非常结实 这最主要 清除死骨 消灭死腔 消灭死腔 那下面我们通过几道题目 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高 化动性骨髓炎 骨包翘的形成来自 赵老师 你这在讲说 形成包翘以后 才能做手术 那些包翘从哪来的 好了看一下 感染性肉牙组织的概化 肉牙组织是什么 肉牙组织是新生的毛细血管 如何概化呢 不会概化排除 农业的概化 农业逐渐都是吸收 剩下一些纤维东西 会不会概化 不会排除 我们说这个包翘 一定是 一定是哪一个 新长出来的一个东西 骨膜产生的新骨 骨膜产生的新骨 形成了完整的包翘 我再去清除死骨 所以大家选哪一个 死地 通过题目 使大家生活 第四个 你说如果我在前面给大家讲到 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包翘吗 这个骨膜产生的新骨是包翘 大家就不可理解了 所以说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新的来了 旧的可去 就是这样 新的以来 旧的可去 新生骨形成了包翘以后 我再去清除死骨 就是这个道理 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题目 慢性骨碎炎手术治疗的目的不包括 慢性骨碎炎 我们要等到新骨形成 形成了包翘以后 要清除死骨 消灭三枪 对吗 好的看 消灭斗道正确 取出大块的死骨正确 消灭死枪正确 答案从第一来选一个 一个是关闭伤口 一个是查明致病菌 查明致病菌 我们说针对致病菌 选择合理性的用药 这应该是即兴选性 骨碎炎的一个治疗原则 对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私底点下 需不需要关闭伤口 可不可以关闭伤口 可以 如果说条件允许 可以关闭伤口 关闭伤口我们做什么 做一吸缝合 那一吸缝合说 里边如果有问题呢 有问题 我们同时可以做VST的 负压吸引 就是说这个关闭伤口 它一般是配合于什么 配合VST的负压吸引 VST的负压吸引 可不可以关闭 可以 可以 查明致病菌 查明致病菌 因为是慢性的 慢性的 其实它最主要的 并不是说产生什么 产生浓动 我们现在慢性的 主要搞定的是什么 它的结构异常 以及它的功能补充 跟这个致病菌 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这要题 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5亿 5亿查明致病菌 根据致病菌 选择针对性的用药 应该是 急性血缘性骨髓炎的 一个治疗 好 那我们通过这要题 来做一个总结 那么慢性血缘性骨髓炎 骨髓炎 我们应该是 清除死骨 消灭死枪 这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 可以闭合伤口 同时加上负压引流 负压引流 那有一年考试 其实考到了这个 这个消灭死枪 这个死枪怎么消灭呢 你这个骨组织都清除了 都清除了 这是一个空洞 对啊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可以选择叠型手术 叠型手术的话 主要是说这个死枪不大的 那如果死枪 无效枪特别大 无效枪特别大 容易发生病理性骨折 那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把机瓣 添进去 做机瓣的添塞 如果这是一个新坑 还可以选择什么 还可以选择 必试惯喜 那必误惯喜的话 特别适用于小儿 特别适用小儿 那还有一些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说到的 这个骨水泥 骨水泥的添塞 以及二七的止骨 总之 这是一个骨 如果这个部分 发生了坏死 我可以放的骨水泥 可以做叠型手术 可以做机瓣的添塞 可以做臂式的惯喜 可以做臂式的惯喜 这都是我们消灭三枪 那么那年考试就考到了 消灭三枪的方法 不包括下列哪一项 再来一题 慢性骨髓炎的手术 适应征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反复的疼痛 红肿 压痛 骨质变粗 密度增高 还是死骨形成 包翘 充分形成 新的以来 旧的可去 对不对 答案直接选出 一选项 去死骨 消死腔 必试 紧留 关闭 窃口 都可以 那么一定要等到 包翘 形成 答案选 一 再来一题 极性 玄性骨髓炎 在骨膜下和骨髓腔内 抽得农业 最关键的治疗 最关键的治疗 这是一个极性 玄性骨髓炎 来翻个头来看 还能不能做对 极性 玄性骨髓炎 那如果说在三天以内 我应该是联合大激量的使用矿胜素 对不对 对 如果在骨髓腔内 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农业 骨膜下形成了农业 说明时间很长 细菌大量的繁殖引起的 那此时应该进行引流 应该进行引流 局部引流 答案选择四地选项 好 再来一个B型题 再来一个B型题 慢性玄性骨髓炎 死骨形成并完全分离 伴有痘道流浓骨 包翘已充分形成时 应该采用的是 A 死骨摘除消灭死腔 对不对 这里面一个体验 就是包翘完全形成 好 下面 慢性骨髓炎死腔形成 出现了红肿热痛 此时应该采用 慢加急 对不对 在慢性基础之上 又出现了一个急性的问题 此时能不能做 死骨的摘除 不能 应该选择的是 给农业新生的感染 一个出路 最大应该选择2B 来选2B 切开引流 那说慢性基础之上 急性发作 原则上就按 急性 血缘性 骨髓炎去对待 我们把它称之为慢加急 慢加急 这就是我们所讲述的 整个这一章 血缘性 骨髓炎的内容 骨髓炎内容 考出来的话 点也相对集中 比较好作答 希望大家能够 整理 错题 把这个点 学透 今天课程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每个人都看见 点击 等会 是的 上车 我们下车 小手 或者 人都看见 在 hull 家 优优独播 我们下车